朋友们好,我是李医师 秋天来了,天气转凉 大家都想吃点热乎乎的饭菜暖暖身子 但今天李医师提醒大家 几种蔬菜在这个季节可别乱买乱吃了 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不好 菜贩子自己都从来不吃的 我们也要留意了 第一种,黄瓜 黄瓜看起来水淋淋的 其实水分大,口感脆 夏天吃起来非常爽口 但是到了秋天,它就不那么靠谱了 因为秋季气温下降 黄瓜生长周期变慢 为了保证产量 不少农户会加大农药使用量 这就导致了秋黄瓜表面残留物增多 而且随着温度降低 黄瓜里头的维生素C含量也会减少 营养价值就打了折扣 所以秋天我们还是少吃点黄瓜 第二种,西红柿 说到西红柿,大家都知道它富含番茄红素 抗氧化效果很好 虽然秋季市面上卖的西红柿外表红通通的 但实际上成熟度不够 味道偏酸不说 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没自然成熟的丰富 更糟糕的是 由于急于上市销售 部分果农可能会提前采摘 然后用吹熟剂处理 这样的西红柿长期使用对人体不利 因此,在这个季节挑选西红柿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尽量选择那些表皮光滑 色泽均匀 而且手感沉甸甸的品种 第三种,茄子 我们平常都会吃到茄子 尤其是红烧茄子 不过到了秋天 茄子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种食材 首先是因为茄子本身属于寒性食物 对于体质偏寒或者肠胃功能较弱的朋友来说 过量食用容易引起腹泻等问题 再者,有些不法商贩为了延长保质期 可能会给茄子喷洒保鲜剂 这些化学物质一旦摄入过多 肯定对健康没好处 所以秋天想吃茄子的话 记得要适量 并且尽量挑新鲜的买回家 第四种,豆角 豆角看似普通 实则暗藏玄机 尤其是在秋季 由于气候原因 豆角很容易受到病虫害侵袭 农民朋友为了保证收成 往往会增加杀虫剂等农药的用量 这样一来 我们买到手里的豆角表面 很可能存在大量农药残留 秋天虽然是丰收的季节 但也隐藏了不少陷阱 我们老百姓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千万不能忽视食品安全的问题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看完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